大家好,我是姚克 今儿的案子过着还是万历皇帝的定灵 接着咱们聊聊它的隧道门 还有深入地下27米的地宫 在上个视频咱们已经说了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文献记载称为宝山 居中的位置就是宝山 也就是皇帝的宝顶 也就是皇帝墓的坟头 在去往地宫的路上 左侧 大家看 这有一下坡 前面有一座门 刚才有几位游客说 这个地方是古代的排水系统 其实并不是 这个门叫做隧道门 在隧道门上方的条石上 还有古代工匠客的隧道门三个字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隧道门 隧道门就是地后光果 进入宝城 通往地宫的重要通道 也就是说在四百多年前 地后的光果就从我身后这座门 进入宝城被送进地宫 在长林的视频里 有位朋友留言 说地后的光果来到陵寝前 不进入陵门 直接进入隧道门 降入地宫 其实正常情况下 地后的光果来到陵寝前 需要进入陵门 在陵殿举行安审礼 等等一系列的礼后 才会把地后的光果 从宝城墙的隧道门 送入地宫的 我现在绕到定陵的右侧 带大家看一下隧道门外侧 长什么样 大家看前方就是定陵的宝城墙 前边有一个大铁门 这就是定陵的隧道门 当年就是这个地方 塌陷了 出现了一个门的形状 后来有传言 说定陵的木道口露了出来 虽然在当年也有发掘陷陵等建议 但因为定陵的宝城墙出现了缺口 所以计划对定陵进行视觉 如果进行不顺利的话 再视觉陷陵 就这样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后 最终确定 在发掘长陵前 先对定陵进行视觉 也就是说发掘定陵 就从我身后这座隧道门开始 当年视觉工作开始后 并没有直接拆开隧道门的城砖 而是在宝城墙内侧隧道门的位置 挖的第一条弹钩 如今这座隧道门已经把城砖给拆开了 这是在1958年维修地供的时候 为了运料方便才被拆开的 当时在挖深垢时 就发现了条石上的三个字 隧道门 随后又发现了和隧道门相连的砖隧道 这条隧道是从隧道门弯曲着通向明楼后方 然后再向宝顶方向延伸 于是工作人员对着宝顶的方向 又挖了第二条弹钩 在这条弹钩中发现了一个小石碑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指路碑 上面刻着 此石至金刚墙前壁 十六丈 深三丈五尺 这就直接告诉了帝宫的位置 聊到这 多数朋友会有个疑问 当年工匠呢 为什么会放一个指路碑呢 这是因为啊 定灵是万里皇帝生前应建的 建成后为了防止雨水进入帝宫内 所以必须要用土填石封子 放一个指路碑 就是为了帝后官府下葬的时候 开挖隧道方便 聊到这儿有朋友还会问 皇帝下葬帝宫后 那为什么不把小石碑拿走呢 因为明朝没有遵循 碑不动尊 比如明英宗葬入帝宫后 前皇后和周皇后去时候 还会开启帝宫大门 再葬进去 所以就算皇帝观过下葬帝宫 这个指路碑啊 还是被埋在土中的 接下来我带大家 咱们进入万里皇帝的地宫 它这座地宫的规模非常大 定灵是所有明帝陵中 唯一开放地宫的地灵 我第一次下地宫来的就是万里皇帝的定灵 那个时候是1999年 在那个时候游客就特别的多 大家看 这厦门有多深 万里皇帝的地宫 渗入地下27米 这可比清帝陵的地宫要深太多了 有些人认为 清朝皇帝陵 它的地面仿照的就是明朝帝陵来修建的 但是清帝陵的地宫规模要小很多 而且没有这么深 就认为 清朝没有见过明朝皇帝帝宫是什么样呢 其实这是错误的 清朝是进入过明帝陵地宫的 咱们在后边的帝陵中会详细的聊一聊 万里皇帝的地宫是由前点 中点 后点 左配点和右配点组成 前室又称前点 宽6米 近深是20米 室内没有任何陈舍 往后走就是地宫的中室 宽也16米 近深32米 高度是7.2米 在中室内有三个室宝座 分别是万历皇帝和孝端显皇后 还有孝敬显皇后的神座 其中皇帝神座俯首的端部雕刻的是龙头 皇后神座雕刻的是凤头 以表示身份的不同 最初这三个宝座不是这样摆放的 万历皇帝居中两位皇后的应该在两侧 除了三个宝座还有黄色琉璃武功 地后各一套 还有长明灯也叫做万年灯 它用青花云龙大瓷缸作为灯具 当年大瓷缸内放着植物油 上面还有一层厚5-6厘米的蜂蜡 地后光果下造地宫后点燃长明灯 但随着地宫打门关闭 深埋地下27米的地宫内缺氧 最终也就自然熄灭了 当大家看到这个大瓷缸发现一个问题 万历皇帝的地宫 但瓷缸上 大家看 却有大明家境粘制的提款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文献记载 说明朝青花龙钢的制作过程 非常的复杂 因为体量巨大 烧制最困难 成品率极低 当年为了满足皇宫的需要 在玉瑶厂内专设龙钢鸯 三十多座 在嘉境皇帝时期 对于青花瓷器的烧造 已经达到了顶峰 嘉境时期青花的幼两都来自南洋 到了万历时期 随着进口的逐渐用尽 玉瑶厂的工匠们烧制的青花龙钢 已经无法和嘉境时期相比了 但皇帝地宫里陪葬的物品 必须是极品 因此只能用嘉境时期的青花鱼龙大刺钢了 接下来继续往后走 就来到了地宫的后室 后室也是地宫的主室 宽三十点一米 近身九点一米 高度达到九点五米 这座殿内 里侧居中的位置有一座棺床 也称为宝床 就是摆放地后棺果的地方 大家看我身后 居中的就是万历皇帝的棺果 左侧是孝端显皇后的棺果 右侧是孝敬显皇后的棺果 右侧这位牧主人 就是明光宗朱长罗的生物 万历皇帝万万不会想到 她自己最不喜欢的女人放在她的身边 而她最喜欢的郑贵妃 却没有进入定的地宫 关于这段故事 咱们在探访郑费墓的视频里已经聊过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这些地后的棺果还有隋葬品的木箱子 这都是复制品 也就是说棺果里是没有地后尸骨 关于孝敬显皇后在后边的视频里 咱们会详细的聊聊 在万历皇帝的棺果下还有一个方口 这就是金井 说是井 但里边没有水 全是黄土 金井简单的说 就是连接地气 生气交流的地方 这是整座地灵最重要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听过一句话 就是三年寻龙 十年点穴 这里边说的穴就是金井 在地后棺果周围 还有一些这样的石头 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到 这时蒲玉就是没有雕琢的玉 金井和蒲玉合在一起 就是金井玉葬 古人认为啊 金井可以沟通阴阳交流生气 玉葬能够保持牧主人不腐烂 金井玉葬就是明清时期最高等级的葬礼 在地宫中殿的两侧 还各有一门 可以通往左右配电 面宽各26米 近身各7米 顶高7.4米 咱们从地宫下来 就是地宫的左配电 右配电没有开放 内管和左配电是一样的 当年工作人员进入地宫后 左右配电 就是咱们眼前这个样子 关床上是没有关过的 也说万历皇帝的地宫 左右配电是空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关于这个视频拍到这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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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